在中国内地 一些有毒 有危险性的生产岗位 机器换人早已展开 并形成规模 在广东佛山 未遇制造业聚集的地方 陶瓷马桶的打磨 不锈钢水龙头的抛光 这些容易造成皮肤病和沉肺病 过去有人工操作的工作 正逐步由机器替代 而在更尖端的制造领域 水下机器人 帮着981钻井平台 在深海水域找油打气 精密的捷径机器人 正代替人工 更精准地安插原器件 此外 会扫地 会做饭 能端茶 能看病的服务机器人 虽然比工业机器人起步晚 但也已经开始 逐步走进千家万户 2014年 浙江省宁波市一家餐厅 推出了机器人送餐服务 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体验 据介绍 这款机器人具有自动送餐 空盘回收 菜品介绍等功能 并回收40句基本用语 以能够代替 或者部分代替餐厅服务员 为顾客服务 那我说到这儿呢 可能有的劳动者挺担心 说这个一线 整个车间都没有工人了 全机器人 那工人上哪去 不都失业 告诉大家 这个不可能存在 为啥 世界范围来看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因为大量使用机器人 造成人失业 就很多人找不着工作 为什么呢 中国有一个大的 这个可以说得上国策的 就是我们眼下呢 产业升级呢 你制造业 直接变成 那个技术密集型 不现实 那么我们可以发展服务业 就是说这块 挤出来的这些用工 你看机器人代替人工 这些人往哪去呢 很多人往服务业上转 中国将来会大力发展服务业 旅游啊 教育啊 上贸啊 餐饮的 等等等等 就服务行业将会细纳 这部分多出的劳动力 而且同时呢 这个劳动力本身 要实现升级换代 你看将来 如果机器人代替人的话 这个工厂 最欢迎的是什么工人 其实它的组合 就是工程师加普通操作员 这普通操作员呢 得明白机器人咋操作 怎么下指令 怎么输入程序 再往上一点 工程师呢 会维修机器人 会研发机器人的新的功能 所以这就是普通操作员 加工程师配置 就是未来的工厂里边 你那些原来 只靠出苦大力的工人 一定会被淘汰 工厂要用那些 懂技术的这些产业工人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会发现 一个所谓创新型国家 它不是说一些科学家 坐在实验室里 天天研究就完了 它必须是一线的产业工人 就在工厂里工作的这些工人 都具备很高的职业素养 都具备一定技术能力 这样才能和科学家的科研呢 结合直接转换成劳动生产力 所以如果中国将来机器换人 能够获得伟大的成功的话 也就意味着低端劳动力 在制造业里被清除了 那么留下来的劳动力是什么 是高端的技术工人 那么这些人掌握一定技术的话 那么中国成为自主创新型国家 才真正的有希望 所以我说机器换人的战略 不会冲击我们现在劳动力的就业 相反它能从积极的角度 推进中国产业工人科学技术的升级 而这点对中国自主型创新国家 最终能够实现 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